1126 回家投票 1126 回家投票 一票顧家鄉 一票平回来 一票顧家鄉 一票平回来 我们林奇耀民宿长 各位中常委 还有各位国务卿同学 我们各位联系朋友 以及线上收看直播的朋友 大家好 就像刚才我们国务卿同学们所呈现的 最近这段时间 全国各地有很多的年轻朋友 脏上了街口 走进了市场 前进到不同的场所 努力争取18岁公民权的统一票 不只是我们年轻朋友很投入 民进党的候选人和支持者 也积极地响应民主前进挺18的诉求 以我自己为例 我在每一场的助讲助选的场合 我都一定会帮18岁公民权拉票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让台湾的下一代 有更健全 更符合国际潮流的民主环境 我也相信 面对历史上第一次修宪复决投票 台湾人民投出的每一张同意票 都将象征着 我们有决心继续深化民主 更有信心守护国家的主权 深化民主守护国家 更要壮大国家 这也是过去六年来 在台湾人民支持下 我和执政党同志们 冷一天的责任 对外 我们顾好主权 坚守住民主自由的价值 让世界看到我们的任性 对内 我们顾好地方 通过前瞻基础建设 确保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利益 我们也顾好人民 用心拼福利 不但加薪解税 也推动长照 诱托社会住宅 从小朋友照顾到老人家 顾主权 顾地方 顾人民 这一切的工作 只有蔡英文一个人是做不到 我希望社会大众在肯定我们中央执政的同时 也能够支持民进党在地方推出的好人才 我可以保证 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 一定是认真又会做事 有办法将中央的政策充分的落实到地方 我也可以保证 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 将会是青年 勤政 爱乡土 有办法擦亮 绿色 执政的招牌 带给地方更干净的政治环境 现在 在距离投票率只剩下一个月 我有三个拜托要在这里提出来 第一个拜托 订车票 我要拜托所有的选民 特别是第一次投票的首投足 现在就拿起手机 订好11月26号为家的车票 第二个拜托 周朋友 拜托大家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 一起订车票 也一起关心家乡的选举 因为民主社会最珍贵的价值 就是在于我们有权力投下神圣的一票 改变自己的家乡 最后一个拜托 就是回家投下正确的一票 我要拜托大家 参考国务卿同学所呼吁的 21加1个回家投票的理由 用手中的选票支持18岁公民权过关 也支持民主进步党提名的候选人 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 让中央执政的好成绩 继续落实到地方 也让地方成为中央的后盾 我们攜手来进步 11月26号 请大家告诉大家 一定要回家投票 用手中的选票 顾好家乡 也顾好台湾的未来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